2024年的夏天 对于来自柬埔寨的音乐人 彭·索菲亚里斯而言 充满了惊喜 跨越2000多公里的距离 来到贵州省的荣江县 他和柬埔寨的音乐伙伴们 不仅感受到了村超球场的足球热情 更利用音乐 加深了他们与荣江本地音乐人的情谊 7月12号至14号 贵州村超迎来了首支东南亚球队 柬埔寨音乐家足球队 步入村超球场 上万球迷一起为这支 远道而来的球队欢呼加油 球场内 柬埔寨音乐家足球队 与贵州本土球队 为在场观众奉上了一场 精彩激烈的球赛 中场环节 一首现代的柬埔寨音乐 与贵州非疑相互交织 把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以时会发生感件 就是那种 在生命 seront 里面突然耐onta 但是跟老ール有支撃 你都会发生 以后可能别人 里面突然了 加开摆 此次《村超之旅》对于柬埔寨球队球员的召集者乔安来说意义非凡 受到邀请后 他特意在网上观看了许多村超的视频 如何能够利用好村超舞台 展现柬埔寨的文化与风情 他首先想到了音乐 在乔安看来 音乐能够传递文化 足球能够展示体育精神 我喜欢音乐因为他们有趣 那是为什么我选择他们 我不是要求聪明的音乐 我只是要求聪明人 人喜欢音乐 人喜欢语解和其他人 音乐和 sport没有尽力 它能带来很多喜好 很多语解 很多事我们可以做一起 我们的目標是要有趣 要有更好的健康 自行来到贵州村超 柬埔寨音乐家足球队的球员们 还去到了荣江县的三宝洞寨 夜幕降临 在洞寨的鼓楼下 一场柬埔寨音乐 与当地洞族音乐的交流 正式展开 尽管语言不通 但是跟随着音乐旋律 现场的洞族大哥大姐们 与柬埔寨球员一起欢乐地 跳起舞蹈 在沙发 词词词曲 来到荣江 走进洞族村寨 特别是看到与柬埔寨建筑相似的一座座鼓楼 让柬埔寨音乐家足球队领队 蒙普罗达克倍感亲切 鼓楼下他邀请围观的民众一起跳着柬埔寨舞蹈 蒙普罗达克告诉记者 这样的民间交往活动 不仅能够促进两地的文化交流交融 更能够加深彼此的友谊 我非常高兴这种活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